在卡廷惨案的70周年活动上 普京在波兰受害者纪念碑前 向这些遇难者送上了鲜花 更重要的是 普京竟然跪在了纪念碑前 这一跪让世界各国惊叹不已 一方面是对卡廷惨案表示道歉 另外也是要与波兰个好关系 但是波兰却与美国越走越近 不断锁紧那条铁锁 据俄罗斯RT网站报道 波兰一直渴望在其国土上 部署更多的美军 特朗普说 美国可能将其士兵从欧洲其他地方调到波兰 波兰的愿望可能会实现 波兰甚至愿意自己花钱 为美军修建一座大型永久性军事基地 而且这座基地将会投资20亿美元 名字就是特朗普堡垒 波兰表示 他们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美军 他们需要对抗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现在在波兰驻扎的美军已经达到了5500人 据波兰网站报道 美军F16战机和C130大力神运输机 已经开始驻扎波兰空军基地 目前 美国正试图把波兰打造成一个 北约抗俄前线上的最重要战略桥头堡 他们已经开始在波兰部署宙斯盾防御系统 以及MK41垂直发射系统 已开始部署陆基版巡航导弹系统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近日俄罗斯西部军区将换装最新版伊斯坎德尔导弹 这次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换装时机颇为巧妙 因为此前波兰方面积极欢迎美国把驻军的规模扩大10倍以上 如此一来对于俄罗斯的威胁将有很大的提高 波兰目前是反俄的几千封国家 在2020年1月31号 波兰正式与美国签署协议 将以46亿美元订购32架F35隐身战机 波兰国防部长布拉什恰克在签字仪式上说 购买F35战机能够大幅提高波兰军队的能力 波兰空军的发展由此进入全新阶段 从2024年起 美军开始向波兰交付F35隐身战机 波兰还与立陶宛一起包围了俄罗斯最大的飞帝加里宁格勒 俄军在加里宁格勒部署有重兵 这里是俄罗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驻地 这里驻扎着大批苏24M、苏27、苏30SM战斗机 俄军第152近卫导弹旅 换装了射程700公里的伊斯坎德尔导弹M导弹 普京的善意和和解的希望 只是导致周边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国 更加彻底投靠美国 成为封堵俄罗斯的最前线和其先锋 在2017年1月 美国陆军第四机械化步兵师伊布 已经通过德国边界进入波兰的奥尔什纳 此次将有总计87辆主战坦克 144辆装甲车 以及超过3000名美国军事人员被派遣至波兰 在边境上 大批波兰民众聚集在两则道路上热情地欢迎美军 那场面是非常的热情了 对于美军的到来 波兰国防部长安东尼·马切雷维奇向美军士兵表示 我们等这一天等了几十年